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是很厌烦这个偶像粉丝这个调调的 但是呢我也有偶像 不过呢我的这个偶像啊都是死人 没有活着的 比如说约翰列农 就是吧 再比如说就是今天我要大奖特奖的雷修龙 李小龙 你可能想不到我这么囊踹的人 对吧 可能正是因为我这样弄出来了 我把李小龙很小的时候 他就一直是我的偶像 这就是嗯 11月27号 对 李小龙要活到今天就70岁大寿了 明白吗 对 所以这个不奇怪 我闻他 我可以讲话的时候不看你吗 哈哈哈哈 我把你挡着 通老 接住 对因为在我记得在80年代的香港 曾经对香港的中学生做过调查 而只对男生做调查 结果有九成五的男生都说喜欢李小龙 把李小龙视为偶像 剩下那五五个percent的男生呢 的偶像是丁佩 哈哈哈哈 红颜知己 对 哈哈所以蛮好玩的 我印象很深刻 包括我在内 没错 李小龙是我偶像的 李小龙死的时候 你活着呢 李小龙 你在香港 你你你几岁 我印象很深刻 李小龙应该是1973年去世的嘛 我那时候十岁 十岁 我记得那个晚上 因为我父亲在报社工作 在报社工作 那很多的材料 拿在手上 我还记得我睡觉 他半夜下班 从报社回来下班 就把我叫醒 我眼睛一张开 看见我父亲在哭了 吓我一跳 他说死了死了 我还以为说我爷爷死了 后来想不对 我爷爷早就死了 他想原来他说 李小龙死了 然后呢 他还说 听说死在丁佩的家里 你爸还挺八卦 他就蛮有故事可以说的 可是我爸好长一阵级 不相信李小龙已经死了 所以我就没想到 咱们这个coco 咱们说完 都跟李小龙有关系 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 透过电视看他移坐的 这种崇拜的关系 女孩你也会 会啊 其实我觉得刚才 马博士说香港的那个调查 其实我觉得差不多时间 可能在台湾这边调查 很多我们那时候问 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 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而且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 是他已经走了 走了走了几年了 那但是呢 我只知道我印象中就是 我爸爸每次经过电视机前 就如果说是播他的那个作品 都会这样 这样叹了一声 而且他小时候 我们后来谈起来了之后 他还会学 所以那时候的人 只要听到李小龙 我记得有在学校 男生讲到李小龙 都会学他那个招牌动作 你知道吗 把他鼻子 然后还要摆那个pose 那种很精致的 我都会学 但是女孩会觉得 她是求远选的吗 梦中求远的 我倒不觉得 不过那时候 我就是很喜欢 看他的武打动作 女生也讨论他 不止男生 女生也讨论他 你知道理由是说 他有点荒漫兰的 这个风格 很多女生都喜欢 因为李小龙 有六块肤肌 没错 每个女生 连我妈就看见他 是看他肌肉吗 我记得也是看见 我妈流口水 没错 你知道就是李小龙 我就说 我粉丝到一个什么程度 前几天 现在都世界各地 全世界纪念李小龙 Discovery 播李小龙的纪录片 我连续看了两遍 我能迷到这么一个程度 后来我就想 为什么我觉得 李小龙是我的偶像 其他人可以有很多的理由 但是对我来说 这就反映你的人生 人生哲学 你知道吗 对我来说 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真功夫 就跟他那个肌肉似的 没有一丝多余的脂肪 这个铁一样 我跟你讲 咱们长大了 见了太多的明星了 对吧 所谓的明星 在你心目中是这样 是那样 实际上都只是因为你不了解 了解了之后 你发现都跟我们差不多一样 对吧 那都是普通人 但是李小龙 为什么你看像咱们这种文弱的人 你好比 比如说我喜欢跟赵文卓交朋友 因为我一看他们 我觉得他们身上有没有的东西 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您说嘉辉文章写的多好 这个可以有不服的 对吗 但是一个人的这个身体体能 能练到这个 对 李小龙就是个超人 他除了练体能 另外他表现出来 他不怕挑战 因为很多学功夫的 或者说以功夫聪明的明星 他从来不接受挑战 你要跟他比武了 他说我不要 对不起 我武德很高 我不要打 可是李小龙从来 你说他嚣张也好 你说他什么都好 他不怕 他敢公开说 你们谁要打 什么时候来找我 我随时奉陪 另外他在香港的电视节目 真的公开跟人家打了一架 当年你那个时候 你看过香港电视 他人打了 他看到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坦白讲 我的偶像机中 从来没有男人的 李小龙是唯一一个 我从小怪怪的 我连看西游记 每个同学出 你都喜欢白骨精 我也是牛魔王 我是雪山公主 同学的崇拜孙无功什么 我都是喜欢白骨精的 想象自己是白骨精 李小龙那种 给我的感觉是觉得 我的确需要当一个真的男人 这样影响非常深 你看当年李小龙 李小龙本来是出生在美国 但是在香港 他就是中国这个成语 全在他身上了 猛龙过江 真的就不是猛龙不过江 你说到美国 以华人之身 在美国打出一片天地 你到香港 开始我觉得有种猛龙过江 杨玛丽威的这个范儿 就他说的香港当年的电视节目 还是黑白的 你看我们找到了一段 我们今天可以放一下 咱们的导演 你说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世代 多么缺乏的一种东西 主要是真的 没错 就是你那句真 因为以前就是 包括连老师 有时候大家同学们 我们以前都上课很严肃 但是呢 在有时候他就是 播放到李小龙片子的时候 大家同学忍不住会讲几句 老师有时候制止大家 还拿粉笔 千万不要再讲话 拿粉笔丢你 但是一听 然后你们在聊什么 李小龙 老师自己也忍不住讲了几句 主要就是因为他真的很真 他打的都是很真 那可是那个时候 我记得在台湾印象最深刻 就是我们小时候 就有很多那种演讲比赛 跟文章比赛 他的那个戏里面 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那一句话 就是我们那时候贯穿 整个那个台湾社会氛围 就是中国人 不是东亚病夫 那一句话就是 我们还做过 我们还做过演讲比赛 还做过文章 因为那个时候总觉得 因为台湾有一阵子 是吹西风 哇我们看到那个外国人来 都是高头大马的 可是那个时候普遍 就是东方人亚洲人的印象 亚洲人的印象 就是小小的 所以他那个金武门的那个印象 在台湾 我觉得像现在 像我们这一辈 甚至下一辈的 很多人都是印象非常深刻 而且就说这个李小龙 你就说他这个什么东亚病夫 他身材很瘦小 对啊 身材很瘦小 他们就说 那天我看那个电影 说这个人 为什么是巨星 他对太多的领域 甚至包括健身领域 那些健美冠军 外国的都说 李小龙是我偶像 为什么 说李小龙才 李小龙那个年代 这个练健美的 都是讲肌肉的 他说看见李小龙 我们才知道 哦 原来欣赏肌肉 还要有线条 就刚才嘉辉讲的 李小龙的这个 你看 穿上衣服 你觉得是个瘦子 脱了衣服 说李小龙有那种叫 圣诞树的背肌 一下子 哇 一个圣诞树 然后你知道 他为什么我讲 他是这个 真金都没这么真 而且就 他这个一秒钟 出拳九次 你知道在运动会上 他我看了很多片段 表演嘛 李小龙上来 啪一下 这个人呢 等啊 这个打我的口口啊 而且我也 没错 就说这个反应 就他站在五六 离你五六米 还是五六步之外 摸你的脸 你连续三次 你的反应永远慢于他 你最后都无奈 没有 他说他有拳风的 他全没到 那个气已经过来了 没错 你说就说 所以我说他练这种 到最后练到什么 你看我那天看了个纪录片啊 我就发现了 他没准死 就死在这 就这个人呢 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真金都没这么真 他内心呢 得是多强 他强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是说 袁华 香港有个演员 就袁华 当年可能也是武师 接受那个访问 就讲 说这个人呢 我们觉得是神经病了 说当年跟他到家里去 说李小龙喝生牛肉 他为了强壮他的体能啊 他眼看着他把生牛肉 七个鸡蛋 还是什么牛奶 放在那个那个脚 那个打碎机里 当着我们面喝下去 然后这袁华就说啊 他还要跟电力拼 你知道 我觉得后来这个外国人的纪录片呢 曲解了袁华的意思 这个外国人的纪录片是 就讲说 到今天健美界 健身界的人才知道 用这个电机的方法 修复肌肉 或者塑造肌肉 说李小龙当年 好像就懂得这么一种美容方法 不是 袁华的那个意思是 当时把他们这些武师看呆了 说这个人神经病 他要跟电力抗衡 就是他实际上 他要挑战这个电力 说你看 我能不能 跟这个电力 能不能跟两个 对比武功的 比妹功一样 你想这个人 他能 他挑战到什么 李小龙对于自己的要求 整个节学 他最近出了一个书 不是他出来 有人出 李小龙把他以前的文章找出来 里面还有他写的信 都写出来 里面有三分之一的蝙蝠 是讲哲学 生命的哲学 李小龙又说 我们要挑战 不可能 包括自己灵魂的 包括自己身体的 所以他有一套的节学 这个也是李小龙 那么迷人的地方 没错 因为他学的 就是哲学跟心理领域 对 所以讲李小龙的哲学 咱们先去广告哲学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感谢观看